好的 欢迎回来 马上要进行的是 镜铁城市广场杯 天下第一轮舞蹈会的 魔兽争霸三项目的决赛 那他将决定了 谁才是魔兽争霸三 这个项目上的天下第一轮 那我们也知道 刚刚是获胜两位选手 都是来自中国 一位是Infin 一位是120 这样的话他的冠军 不管怎么样 相信都是中国选手 这点上应该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施压了 那我们话不多说 请出第一位选手 他是来自于中国 人狂塔摩Infin 好 下面的 我看得出来 就Infin的粉丝非常的多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Infin走到这一步 最后一步了 那你觉得你取胜的胜率 你前面说是19开 我觉得不是你心里想说的话 现在这要改吗 我前面是0一开 前面0一开吗 现在也是 这么虚的吗 这不像你的风格 在我印象里 你应该是比较那种 就是说 我如果能赢的话 应该都是91开的 那120的话 确实是中国 现在在亡灵上 实力非常强的一位选手 你觉得你针对他的话 会有一些套路吗 就是还是要看对抗吧 我觉得人组打UD这个对抗 没有套路可言 就只能稳扎稳打 就是看谁状态比较好 就是拼实力 好 那不管怎么样 这也是祝愿你能取得冠军 那我们接下来请出第二位 他是来自于中国 鬼王120 120的呼声也不小 怎么我感觉这个观众 两面都要喊一下 那我想采访一下120 走到这一步的话 你心前面有什么想过 我觉得都是意料之中吧 意料之中 懂了 那你将面对的是音笔 因为他也算一位前辈了吗 前辈的话 你觉得你在套路 或者经验上 是不是会比较差一些呢 就经验方面 我觉得我经验上 肯定是不如他的吧 但是我会竭尽所得 那最后放一句 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吧 稍微偏狠一点 你不要这样 他们有一个外号叫逼王 你现在要把这个话先放出去了 我觉得不要把我打3比0吧 哇 这边两边怎么到决赛就开始认怂了 那我们看看真正真正干起来的话 可能就不是这个局面了 那我们请双方的选手进入对战棋 我们把画面交给解释出来 欢迎回来啊 那个终于到我们决赛了 看哪个前面前面那个两双比赛 没怎么说话难受吗 难受啊 看不懂啊 话都差不上 这张不太看得懂了对吧 看得懂看得懂 王林和暗夜 不 王林和人族啊 这个的确是 音频我记得 一直一直看他以前打TED 打得挺多的啊 打120其实这两年打得也不少 感觉 真的是那种感觉就误开 还是看两个人发挥操作 和这种 音频当年我记得 我特别感受他到 王林特别喜欢买飞艇 换家跟你搞 然后开个矿 怎么造很多塔 最近两年有什么变化吗 乔老师 其实就在于建筑学上面 更加精简 然后更加极限地去支配经济和木头 塔不造那么多了 宁愿用这个钱去转步兵什么的 对 其实还有一个点 就是这个馆子 就是魔兽刚刚进黄金赛的时候 是在这里打的 然后决赛是他们两个的 决赛是这么多的 然后这可能是这个馆子 最后一场魔兽比赛了吧 应该是 应该是 也是他们两个打的 然后上次是谁赢的 上次是英飞赢的 那几比几赢的 你记性也好啊 乔老师啊 你再问下去这个机型好不好 这个事情就再说了 好吧 几比几有点难的吧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的长 这是应该是当年的 黄金联赛的一个 总决赛的一个表演赛 因为当时的话是 一月份打的 天非常的冷 那宁哥当时也来了嘛 就当时包括 SYC啊 CC啊 就大部分的 我们老姐说 都是来一起解说这个比赛的 当时那个 应该来说 那个时候我们对120的感觉 就是一个新秀 然后这次可能运气好 怎么样怎么样 达到了决赛对吧 那今天肯定不是这样 看这样一件事 先看的是 至少这么说也是个王对吧 即使是必王也是王 是吧 不 现在我说真的 魔兽发展到这样子呢 也不能说什么 谁经验好经验不好什么的 也没什么经验了呀 实际上你说120经验不好 对120还是 经验很足啊 我说当年第一次黄金赛的决赛的 星际打得有点太快了 的确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李佩南第二把 是打得还是不错的 对 你前面在下面看得很仔细吗 对 感受怎么样 感受我们李少还有点机会吗 还是有点排面 哎呀我前面就说了 还好我们这个比赛 是星际和魔兽 魔兽还能找回点排面 对呀 星际就是又是公主让你来 分主流分成了这个样子 说明你们分主没分好 应该把中国人和欧美人分在一个半区是吧 嗯不要就就中国选手全部分在一个半区 不不不不其实其实还是输给韩国人好一点 至少决赛还能看 否则的话你说决赛又被干个3比0对吧 但是Zist和这个苏粉还是有点 那怎么说我觉得还蛮期待的吧 对对对 也算对的其实场内场外的很多观众朋友 那前面有人说什么 我们那个黄金票已经炒到2000一张了 这么夸张吗 这事情有点有点不大好 不下次呢就是说我们明年 嗯 再办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采取这个 对吧更加科学的这种措施对吧 比如说身份证实名制买票 实名制检票等等 对吧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因为这个也是今年第一次办嘛 肯定是要这个经验不够充分嘛 音费 还有就是比方说今年的票可以留着 对 对吧 对 明年也可以搞个什么优先啊之类的 对对对 音费今年29 小汪同学现在已经成了老汪了 120 2D大战啊 对他们两个我觉得胜负都有可能 对真的是一个55开的一个对战 只是120之前进击得相对轻松一些 我只是呢有点为我们那个现场的观众朋友 稍微一点小担心对吧 啊万一一个人塔造起来的一个人推不下来开始弄起来了 我们等我们浩瀚大哥请大家吃晚饭的时间会被耽误 没事啊晚饭变成夜宵 哎哎昨天昨天是不是晚饭吃得很有排面 诚哥 昨天晚饭 昨天浩瀚说有一些朋友不是昨天过来了吗 过来要走了 早上吃饭吃饭 然后到了饭店啊 饭店人家说哎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啊 怎么打烊了 把你们出去叫回来帮我开 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觉得什么叫为所欲为懂不懂 就当时然后我们现场教训 现场教训 对这几个朋友都惊呆了 原来是这样的啊 当时的感觉就是哎 不贪了不贪了不贪了不 但是我说真的刚刚我跟宁哥去 好我们先看一下地图 啊 这个没什么悬念 因为TS现在游递是不想打人族的 然后人族也不想在AI上打游递 所以就大家搬一的话都是这样搬的 没有什么区别 那我就这把可能就是40分钟了 这把看点位 就是原点和近点的一个区别 就是两个版本 我说真的 你很久没看到上岛了 啊 兄弟 轻一点嘛 上岛这话不要乱说 干嘛 我真的很久没看到上岛了 但是你不要有这种想法 不要有这种想法 这夜宵都吃不到了 不要慌 张总可以让夜宵直接送到这里来 今天不 这个前面我跟宁哥一起上厕所嘛 啊 宁哥上了一半 我 烫了吗 随一疯 前面这个送鼠标键的事情 好的 我们先进入比赛吧 我们看一下双方选手得表现 哎 这次这个原画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对 很像的 挺有 挺有感觉的其实 120学画得比较好 一句画得呢 有点太瘦了点 冰飞要把它画成白头发的 实际上这个造型是特兰特斯的造型 对 把它画成白头发的 大哥做其事情还是天马行功不记后果 一句话淘宝店全部把折 商量都不跟你商量了 然后他们没考虑到的 后面的工作人员就挂掉了 好 我们看到是一个较近点 这个点对英飞来说还是有些有利的 石头人毕竟还是在远一点的位置 远一点的位置 一个双敲 对 这个就是链级是属于一个 正常可以练完的 偏远一点的 对 如果是在10点钟就是近点了 然后这开框也可以往左边开 因为如果开左边的话 它中间可以结冰的 总体来说这个开局可能 就适合开框 然后防骚扰 然后去搞别人这种 对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不是很适合 那就创造机会去适合 那么120这边也是一个常规开 就看上手的一个宝物好不好 另外王林达这个图是 希望能够在人足边上的 就是说你不管是不是近点了 这个已经算是很好的一个点 如果是在远点 那基本上也就是两手一摊了 我真的很希望对吧 待会儿英飞分框练完以后 飞艇一买 再到后面去再搞一下 这比赛就好看了 那这个应该在刚才采访的时候 先跟他说好呀 安排一下 他一会儿 不是 他懂我的 他懂我跟英飞实际上 说真的认识很早 我还在念高中念大学的时候 他们去参加WCNO 在德国的时候就认识他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是你认识他 他 他认识我 对 他就知道凯子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一起吃饭嘛 因为我特意从荷兰坐火车去了 德国看的比赛嘛 嗯 也是作为当地留学生代表 然后就退学了是吧 对 然后没过几年就退学了 看一下这里的宝物 最好是智力加6经验书什么的 这个肯定 智力加6是 哎 生悲包了 我们注意一下 智力加6是最好的一个网物 没有质疑啊 这个练死其实还OK啊 敏捷书不好 那网物什么东西 哎 也不好 这个属于后期宝物 就前期他发挥不了作用 对 腰带其实说真的到了 比如说三级以后 对 就非常有用了 就是前十分钟的腰带作用不大 对 但是就是你放到后期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 它是至少能扛一发C啊 嗯 对吧 对对对 就是长期吃技能的时候 就越吃越爽了 好 看一下这边 一刀一发C 一刀一个C C 二C 骷髅一招 这里的话他刚才有个农民 是采取就直接 直接让野怪打死了 因为你拖回来 也是要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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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要变成经验的嘛 对 所以有的 有些人说这里练死农民好不好 其实死了就死了 反正要被UD杀 还不是被野怪杀 这个农民估计再见难逃 嗯 这个补刀就行了 这个影响很大的是这个房子 它房子直接取消了 我要是我的话把房子留下来啊 胚子留下来嘛 对 它现在这个影响的是房子 它这样的话有可能下一个农民还要被杀 所以它就把这个房子退掉了 然后再 但是你说留个胚子 然后至少有反应也无所谓了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 待会飞艇怎么买呢 拖一个 拖个步兵或者农民都可以去买的 这边的话背骷髅棒 这个就比接班人OB好多了 上一把接班人OB 我一看就知道接班人OB 他那个OB就想告诉你别人在双线 就各种暗示 对就是暗示 这边是我们刚才是把我们黄金联赛的 专业OB是请了过来 那么现在这边 这个水人这个没办法 因为被那个四身给勾醒了 运气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嗜血没有勾到绿皮上 王林是希望能勾到绿皮上 这样的话链级的伤害 人组链级的伤害是会受到更多一些 这个链级应该stop不到东西了 看能抢两个怪抢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下一波骷髅棒 这个没C到 这个有点上 C这个东西是讲节奏的 你这个没C到 下一个 下一个就有可能有危险 但现在这时候人组练得有点慢 120是在压大法师的血量 我们注意一下大法师这个血量已经下半了 因为现在你这个腰带如果是被物理攻击打的话 就是是零作用 换血 这边在换血 我感觉这一波 这练得下来 练不下去了 练不下去了 练不下来 明必要重新拉回去重新练 这样的话这一波就有点伤了 这波120的科技领先其实就很多了 看一下这个农民 这个农民 这个农民不要再这样逃了 这个 现在这时候 这一波已经没办法了 如果说人组想要再练这一片矿的话 一个是你家里面敲农民 继续再敲一波 得再敲一波大量的农民 然后这几个农民还要重新换回去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呢 你这波就算是练完了 然后对方亡灵可能已经攒到三个蜘蛛了 也就是你想造塔的话 是根本就变不起来的 120的整个的细节还是很好 然后现在如果说120现在想打得稳一点 就类似出来的时候买一个血瓶给DK 这样的话DK可以在前场继续磨 就看一下大法师到三还要多久 大法师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这个骷髅 哎呦 又没有塞到大法师是拿到了 这个血牌还行 对于大法师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这个血牌不错 对 现在这里看在关键点也是 DK卖了很多的血量去抢这个怪 但是没有抢到 那现在他这个时候就只能等二英雄了 他这个DK会送料吗 不会 不会 他再造力去 他觉得已经 现在这个时候分跨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 这一波骷髅下去 人族的这波部队还是要尊重一下的 因为你如果不下去 你如果不下去救的话 这四个骷髅可以牵你两到三个农民 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这个不救绝对是 这里农民全倒了 对 好 这里头就是这样也杀掉了一个农民 其实 好 那么上面的话 这一波的这个蜘蛛肯定是先回去回一下状态 DK的话补充一下这个道具 等车 等车就行了 那DK现在有没有点个血瓶啊 对看一下DK上的状态 现在这时候 大法师这种一身防御装真的是有点难受的 他宁可自己装备的 就给我一个什么手套啊 这个点人稍微疼一点 好 DK是 只买了骷髅棒 他只买了骷髅棒 他觉得目前的血量是安全的 而且大法师要注意啊 这个血量 这个一个NC 现在还好有那个 有抗膜腰带 还是打了 但是这个抗膜腰带就发挥作用了 这个的确很明显的感觉 对很明显 好 好 这是个反补吗好像是 那么现在这里的话 这波Foodman是有点多 I know 驾血车来了 对 这样的话就耗不过了 而且这个五级怪是拱手让人 关键 家里塔一半 有没有商店 没商店 他只能 商店应该 要有的话只能放分框了 现在这个都放不下来 在里面 在里面 刚放 好 起三本 这波大法师要注意一下了 因为现在这个血量 不是一个抗膜腰带能救你了 现在就是我们讲 就刚才那种节奏 就是如果你开出矿来 你变塔的时候 他三个蜘蛛是让你这个塔 是变不起来的 要捡车子 摩DK DK现在有车的话 就是可以解约一下 刚才那个血瓶吧 现在 但这个圣塔就没有必要去耗了 不要 现在就是UD要注意的是 不要被围住 因为这边的话是尽可能要围住对方 不然的话是杀不掉一个蜘蛛的 好 飞艇 就两边现在的博弈就是在操作上 因为人猪现在是必须要围才能够杀 王林只要躲围就可以继续杀你 所以王林现在是占据在目前战场上面的一个小小的主动权 这个吸这个力血还是不错的 让他no by没有了 后面又来一台车了 雪瓶点掉 一个save 也在升网了 也在升网了 大概还有两三秒 但是现在这时候飞机是赶紧缩回去了 这个塔的位置有点刁钻的 不是很好点 点一个 但后面的三个都可能都点不到 大马师是买了一张曼博 有网了 现在有网了 抓一下 抓到了 可以先把这几个步兵吃了 那个可以一会再补网 这大马师让他在里面瞧 这里 这里面两根塔还要多久啊 看一下 这个塔暂时 应该还是好不了 塔暂时好不了 NC 大马师有个蜘蛛丝 蜘蛛丝没死 哇 十五滴血 哎 补C了 漂亮 GG 直接GG啊 哇 这一波是 我看到120是 全场比赛前期的一个魔血 非常的关键 他把这个大马师的血线 控得极其的低 然后在力气出来之后 打了一波爆发 NFI这一波 我觉得他应该是回程没点出来 如果回程回到主GG的话 慢补一下 其实下面两根塔已经好了 对对对 可以 一根剩塔两根剑塔 我觉得还能顶一顶的 你如果 他肯定是没点出来这个回程 想玩一下的话 肯定还是可以玩下去的 因为TM这个图 你只要有一口气在 后期坦克还是可以玩的 我觉得 可能NFI没想到120那么拼 这肯定会那么拼啊 他上来这样 骚 骚两波 应该我觉得 都是在NFI的那个 预料之中 预料之中的 你DK来骚我开矿 只是NFI没有预料自己 可能在分矿的炼击当中 这么亏而已 嗯 其实120你看120是 也没有 你看他骚扰分矿 也没有骚扰得很好 两个怪都没抢到 对 两个怪都没抢到 其实也没有很赚 只是在那个 补分基地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 运动的血量 被磨得有点厉害 对 其实他骚扰的血量 当时在练纸的时候 就已经在烧了 就是那个时候 他两个骚扰一直在大法师 一直在摸大法师 对 然后大法师前期拿到 那个宝呢可能也 不是很好 僵硬了一点 有点僵硬 还有这个大法师 一直没补一个商店 就一直是没有分血 对 然后上来练533 练533的时候 被一套NC打的就僵硬了 他木材肯定是有点缺的 因为你看他 来回的拉 木材肯定有点缺 拉了30明明 对 他这个比较缺 所以这个比 在他商店 就补的比较慢 这比较难受一点 这场比赛 纵观这场比赛 我觉得这个 可能还是 我觉得最后 如果是这个回针点出来 慢补一下 然后拉着明明 再来打一波 那说不定还能再玩下去 塔再补起来 还是有机会玩一玩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修不出塔 就是如果走了的话 他修不出塔 就是 就是这个问题 对 就是你说的是两根剑塔 和一根圣台也修不住 对 他修不住的 就是因为亡灵的双车子在后面 就是他可以先杀农民再抽 然后大概再过个30秒吧 谷底力气都能带球了 对 对对对 这个是个问题 所以因为是一个阅读比赛 能力非常强的选手 他觉得打不下去了 他就退了 他应该家里科技应该也没升 也升不了 升不了 对吧 应该家里科技也没升 对 宣布的状态 所以其实最后 主要120前期赚得太多了 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数据 好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资源 资源上面领先的并不多 导致了你一直在死兵的状态下 补农民 然后补火塔 对 然后补火兵 所以导致你的钱 其实用在部队上面的钱是比较少的 而且力气来的时间也太早了 所以这一局的话 120拿下 而且比较关键的是120拿下的TM这个图 就是如果说有两个班位的话 那么TM是要上一个班位的 要上UT班位的 那么这张图是被120拿下来的 等于说 因为手里面还少了一张图 这个是一个关键 然后剩下的话 他可能会打什么 打EI吧 EI 然后120应该打个T2 T2是比较好的 其实就是打了EI之后 人数最后只能选一张亚马逊 你就没有图选 这个是一个关键 其实有的时候随到一张自己可能可以选的图 然后没移下来 是最尴尬的 对 这比较难受一点 因为应该调整比赛的心态等等也是非常强的 从打0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 这个BO5的比赛第一局出掉呢 对心态的影响其实远远没有BO3的大 对 好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场比赛地图 好 选出了EI EI EI这张图要骚扰开 开广就没有TM那么容易 毕竟这个风光不是那么强 少两个白胖 确实 这个图的话 他属于是没得选 就是逐了亚马逊就这张图 就这两张图 人数选位其实已经是卡死了 所以王林的选位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他说明一下 万一我选了 我选了亚马逊 然后你怎么办 是吧 好 现在这边选手准备就去我马逊老子家当中 好 谢谢 这个帮我们鼠标打广告的这个兄弟 一直打广告 打了真仓比赛了 是你的小号吗 没有啊 不是我的小号 所以我觉得挺挑一的 其实周年刚刚看到那个鼠标键应该满气的 没有没有没有 刚刚有个二五彩把鼠标键取起来 周年应该满气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考虑前面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兄弟已经买了嘛 那后面你就全部送送了那那那那那那 那怎么办呢 二五彩是这样的啊 每天欺负我们 让他们吃点亏怎么样嘛 行吧 那么张总说什么都是对的 好的 我们看到比赛开始蓝色的蓝色的是鹰飞 红色的是1120 这个图 这个图其实也是一个亡灵冲家的一个剧本 但是这个图的话因为风况好练 还有雇佣兵 对吧 这个雇佣兵很猛啊 这个其实你看就是剩下的图都是瘸腿的 就是人租缺木 然后EI上面是买不到伐木机的 对 瘸腿的 然后你就T2的话呢又没有贵用冰 也没有也没有实验室 我T2难练 对啊 然后万一是个禁点又直接 以前我T2是直接搬掉的不打的 对啊 我最早的那个版本1.20 就看过Sky赢过一盘又抵 就是T2现在有一种铁头功就是独你在禁点 然后什么掀盖子这种打法 不是掀盖子这种打法 这个这个很多年前就开始 就是掀盖子掀了就是全家老小对吧 掀盖子掀盖子 掀盖子掀盖子 除了人族其他的 除了人族内战 其他族都能掀盖 对啊 就掀盖这个东西 其他不想打这个图嘛 也就只能这么玩了 好 这边的话是科技之珠 他也把家里内侧是展开了 这样的话就是 如果人族冲到矿区的话 四身和自己的部队有一个比较大的灵活空间 这个是直接去那个下面 如果你 勾黄皮是吧 你连贵傭斌的话我可以勾个黄皮 当然图有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Sky还在打 他很喜欢出MK的 对 帕拉丁也出 对 MK后面补个帕拉丁 有首发帕拉丁的 但现在帕拉丁比较好针对了就是 你把家封封好 你这个图没飞艇 你又进不去 那你有飞艇 我也可以买飞艇嘛 是吧 对 好 333 这里Infin的链极是比较稳的 对 他没有直接练功一遍营地 DK这里的话也是被步兵跟上来 这个步兵的话 要被网了 好 戒指 被网的步兵什么情况 那个不会去打的吧 链极要紧 这个是 哎 薄没减 步兵把他薄给A了呀 这个得A个七八九刀了 对 A不掉了 120这边是直接硬抢黄皮 这样的话 这里看到对方已经要准备开链分框了 这个黄皮的作用就是去掉这个水仁就可以了 看一下过去一驱 好 去掉 他只驱赛一下 哎 补刀 这补刀了吗 补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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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话就很亏啊 而且这个绿皮有可能也要被抢 你不敢动啊 王林会动啊 又是这个 而且就是在磨大法师的血 因为这边 哇 这个其实对于补刀打击很大 就是在 就是说 因为这个局面 其实对于他来说确实打不下去了 因为上手的话选人被驱 然后加上五级怪被捕 那就是 这个三级怪就是铁摆着被别人抢掉了 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他一摆是四点经验 加上另外一个三级怪是四十四点经验 因为他不能到两级 然后120两级 对120两级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 希望英飞能够调整一下心态啊 但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心态问题 他真的确认这个局面是确实打不掉的 不 英飞的阅读比赛的能力啊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对 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见过目前选手里面 阅读比赛能力最好的选手 对 关键就是这个五级怪被黄皮 给平补补掉了 这个是最气的 的确这个120 现在这个手感火热啊 对 像这样的前期是人族最难受的一个前期 就是大法师残血 然后怪又被抢 这种局面 就是平常天气局也是 亡灵也是这样打人体的 就是泡大法师的血 找机会帮你搬大法师一秒 怎么说呢 这个黄皮被抢了有点 这个黄皮是肯定会被抢的 因为人数不满 对 就他想好不满 人数不满 没有想 没有把这个黄皮点死 对 就是黄皮回头 因为他要抢这个时间 假如他点这个黄皮 那么DK就站在边上看开框了 还是一样的 就是还是要被抢过来 那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他上来 不先练龟用兵营地呢 就是现在有两种打法 一种是直接练分框的 直接练分框有一个弊端 就是他到二有一个问题 就是到二有 你分框练完是到不了两局的 练龟用兵的话 一个结果就是被抢黄皮 他这个打法就是一个稳稳的 能到二的一个打法 但是五级怪被补掉了 因为正常情况下 是没有机会补这个五级怪的 就是黄皮就这么一次 10盘里面一盘 10盘一盘都没有 没有没有 10盘一盘跟你没有 20盘一盘吧 差不多吧 那我觉得也没有 这个 反正就是这个概念就是 这被补掉之后 是的确比较难受 那我们看一下 新的比赛地图是什么 先看一下数据嘛 前面一盘 这个数据相当的低 因为确实太快了 因为我记得 在我的印象当中 有好几次 大概至少 这不是第一次啊 大概有两三次 这种上来被 那个很关键的宝物 或者什么被抢掉之后 他就直接那个 next的 因为他可能觉得 这场比赛再打下去 会把我心态弄得很崩 对 与其心态这样崩呢 那还不如不用打 对 直接打下一盘比较好一点 其实 这个 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吧 就是他觉得 没有必要再费劲了 我可能下一张地图 我再拼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图的话 这个难度确实有点高了 就从这样一个开局来说 有可能他 二本没事玩 对面三本好了 然后这种局面 被人家毁灭一波 推死可能更屈辱一点 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英飞的表情是 没有什么过来的 英飞一直是这样子 就是心态上面 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将 应该没什么变化的 对 现在这时候 120是非常接近这个冠军 因为现在是冠军点 而且是 赢了一局就可以了 对 他手握三个赛点 手握三个赛点 本来我跟他们说 我说这个今天的比赛 这个魔兽打完至少得7点半 然后星期再打完至少得9点多 那关键是星期的选手走了 星期选手去哪里了 他要休息去了呀 我们看一下下一场比赛的地图 这是没得选的 就是人组的选位是定死的 好 我们看到这边 英飞是选择了亚马逊 这个 这个其实就在于 起手还不错 但是没赢下来第一把之后 后面就开始被动 可能你们二位没有想到这种情况 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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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两场比赛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两场比赛大概耗时10分钟 耗时10分钟吧 没有第一场7分钟第二场3分钟 第一场9分钟第二场3分钟 嗯嗯嗯 好 这边选手准备就要去我马上就到比赛当中 这场也是希望我们英飞能够赢 赢了一局啊 赢了一局啊 赢了一局先把这一局 先稳一稳 对这场比赛 英飞加油呀 这场比赛从中我们要被骂什么广告半小时比赛5分钟 这个应该是CG半小时吧 看了半天CG了 好 亚马逊地幅 右上角 120 左下角蓝色Infi 这个图其实分框非常的难练 因为减速加机晕加网 应该说齐了 还有磨免 对磨免 人组最烦的东西他不在 就是那个中毒不在 对对对 那个中毒那个烦 那个中毒是人组最烦 但现在120心态应该会轻松不少 那个网也很烦 网是最 网是可以 你可以自己去避免他网啊 你怎么避免他网 你让他不要走对吧 对 只要不网水人就行 对啊 你不网水人就行了嘛 你这个毒他是一人挨一刀啊 你没办法 好 看一下啊 因为这局会有什么 自己的思路还是稳扎稳打 应该是大马师傅 对 对 因为跟他赛前所说的一样嘛 现在打Ut就是要稳扎稳打 对 就是自己不要失误 然后尽可能让对方少赚一点 这个是关键 这边的话是把这个羊A掉 这样的话走不到这里招尸体 然后配合四身 可以直接把这边的四级关给拿掉 其实四身的攻击力蛮高的 对 四人是所有农民里面攻击力最高的 但是攻击频率比较慢一点 对 也就是所有种族这群还杀的一个单位 嗯 太好杀了就是 应该裸露在外面 对 主要是兄弟少 只有五个兄弟 对啊 那么 120的打法应该还是更 反正他是不会变战术的 就是说对打人主来说 因为那个常规的打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看在分框的骚扰上 是会赚 赚多少 还是说自己会 因为自己的问题而被围杀什么 不 其实这一套打法就是 就是 哎呦这个勾的 这个不好弄啊 这个 还是个戒指啊 这个搞半天都是这个宝啊 哇 这样的话是因为这 120都甚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懵的冠军吧 你看我们还是恭喜一下120 拿下了 金铁杯天下第一舞蹈会的冠军 我觉得他 他可能有点觉得自己怎么会打成这样有点 有点 有点爆炸 有点 这个可能是对于自己 还是希望 这一局比赛其实对英飞不要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这个属于运气问题 因为这个闪电盾这个问题 他勾在这个大关上 你不得不去打 对 那么也是 再次恭喜一下120 这120也有点 哎 就是人都没看到 你怎么就没了 那这个也是 就是说 目前人数的容错啊什么的 感觉上确实有点低 就是说在面对优地的时候 因为优地掌握进攻呢 确实有点强的 然后120的话 确实这三把没什么失误 对 对这个是 然后因为运气的确也挺背的 这个一直在指环网 保物也不好 对 这三把我感觉没打出有用的东西 这个是关键 对 之前打LIN也是 对 也是指环网 对 但是打瘦子的话 毕竟你前期还好一点 对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王林是从前期到中期到后期 都是属于一个被压迫的一个状态 所以的话就是 就在这个阶段下 自己一旦是出现了抗牙失误的话 就出现问题 还是比较可惜 毕竟一路比较艰辛打到这个决赛吧 对 对 那么我们也是再次恭喜一下120 对 再次恭喜120 120这次 其实看到 我们看到它强大的答案也是 对对对 这个压迫感也是非常强啊 这个 对 年轻选手吧 就是在操作上面 我觉得占一点优势 我觉得很正常 好的 我们现在把画面交给Dodo 好的 虽然非常快 那我们恭喜一下120 获得魔兽争霸三项目的总冠军 天下第一人 那我们请上120 120我其实在后台看的也比较快啊 我最后一盘 你都 估计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吧 不知道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死英雄这个太过了 他好像是因为他那个电盾嘛 托兵失误了 然后他掉了一个宝 不是很理想 然后觉得可能是打不了 那你觉得最后一盘是出在什么问题之一 他这个什么什么宝物可以让他打不下去呢 就是我觉得 音笔可能太久没有打余地了吧 这个细节方面可能有点有点有点差 不愧是 这个那那你觉得今天赢得比较轻松啊 就有就有没有在赛前做过针对性的准备呢 我打比赛从来也不练习的就是想想怎么打就好了 不练习也能这么强吗 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毕竟是年龄比较小嘛 可能在天赋上面确实比较高 那你这一次拿到这个冠军的话 自己有没有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还是比较 可能我分组比较好吧 然后拿冠军也 有点在意料之外吧 那你觉得你最惧怕的选手是哪一位是令吗 我觉得都很怕 这怎么又都很怕了 好那的话颁奖的话 会在最后星期的马尔打完以后总进行颁奖 所以暂时请120稍事休息一下 再次掌声送给120 稍事休息 好我们马上要进行一轮新轮的抽奖环节了 这一次抽的奖品是两个手办 一个是那个地宝 就是星际手办 一个地宝还有一个是凯瑞干的头 等会你们可以看一下 凯瑞干的上半身吧 胸部和头部啊 来那个工作人员给我拿上来看一下 好这是一个精美的地宝 是棱组的地宝 那个枪柄可以装到里面进行防守 这个是抽着地宝的观众朋友 好这个等一下 你帮我拿下我看一下 这字有点 1815260后四位5260有没有 5260有没有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好像没有 没有再来一个 可能他去上那个厕所就错过了一个奖品啊 好这边呢 又说了一位啊 1389492 9492 好恭喜一下这位朋友 那上来 好 好 做下自我 自我介绍吧 我叫吴亦祥 我是NODON的粉丝 我是玩风暴英雄的 这个新机的舞台不要这样 这个 那我没有黑波啊 我没有黑波啊 好那谢谢这位学友 去下面去拿一个新的 去跟公众朋友领一个新的 那我们再抽一个凯瑞干了 然后这个精美的这个手办 这个手办做的工啊感觉很清凉啊 在新机老男孩淘宝店也是有卖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哇这个手机好很吉利啊 8896 后四位8896186 恭喜你 好这边的话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熊子周 是来自北京的 是泰姆的老乡 泰姆的那你肯定是来看泰姆的对吧 你先不要急 先不要急走啊 那泰姆输了 你心里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泰姆主要是运气不太好吧 他被分到和 分到和书本一个半区 他半决赛打书本是没什么机会 他要决赛打书本 可能还有点机会 这样黑书本好吗 好的那谢谢这位水友 这边找工作人员领一个新的 这个不是你的 好的那接下来 稍微休息一下 将进行的是星际称霸 最后的决赛是由两位韩国选手 都是最顶尖的选手 那我们放一段广告等待 收看最后一场精彩的对抗